字幕提供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禮拜五的時候 一天大漲了500多點 那很多人會跟你講 這個盤一下漲太多 不要追高拉拉回再買 那結果臺股連拉都不拉回 今天台北股是繼續漲 我們稍微看一下 现在指数又涨了200多点 那现在也涨了170几点左右 你看很多投资朋友 现在还搞不清楚多空的时候 台北股市就已经从12629 涨到现在涨到14217 张静快率1600点 你还在那边想说到底是多四空 台北股市已经涨了1600点 我敢说现在很多总统 现在很迷惑 怎么搞的不敢买不买 结果它一直涨 要不然股票卖掉之后 股票又上去了 然后又在骂自己 现在到底这个盘可不可以买 会不会买了之后 结果就套在上面 结果就不涨了 我敢说很多同学都有这个疑虑 怎么搞的台北股市怎么涨那么快 怎么搞的一路往上涨 很多人都看不懂这个盘 其实我老实说 很多老师也看不懂 真的很多老师也看不懂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两天的假日期间 如果你有看我们这种投估节目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现在那种做空的老师 三不五时在播重播 不要说做空的 连那个做多的老师 他也在播重播 很奇怪哦 怎么会这样 我们这么说啦 你做空拨重播我觉得合理啦 为什么因为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呢 因为股票卖到最低点嘛 结果呢空到低点又被嘎嘛 这又涨得很快啊 一下就涨了1500 1600点起来啊 所以呢空头我想也就没有什么好变了啦 就是被嘎翻天啦 挂掉了啦 所以拨重播嘛对不对 那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 怎么搞的 那个连多头老师都在播重播 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跟你讲哦盘涨成这样啊 都没有份 也就是说啊盘涨起来的时候呢 股票全部都不对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哦 指数是不是大涨起来 可是到现在为止呢 很多股票它涨不上去啊 指数是涨的耶 怎么搞的像元泰 融资再增加 反而这地方是跌下来 你看哦 最近这些股票涨上来的时候 很多人在讲嘛 结果呢台北股市涨了 结果它开始在跌 你看哦 这些股票也是一样 融资大增啊 你看结果呢都在跌 你会发现这种现象 融资大增啊都在跌 你看看去 好不容易看到涨起来赶快追 追追之后都不动啊 你看那个 这些股票都一样嘛 到现在为止都不动啊 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说很多老师看不太懂 不要说你看不懂 很多老师也看不懂 那当然了大部分市场上的老师 都在讲多啦 我也是讲多啊 但是对于这个盘 我说的内容 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到底这个盘 它会怎么去走 那这个行情 它的未来的走势 跟这盘棋啊 我们要怎么去下 才能够赢得了 我跟他说过 很多时候 我们在跟大家解盘的时候 都是有理论依据啊 都有理论依据啊 我们不是乱解啊 这盘棋我要怎么才能够下得赢 我会跟他讲啊 大家都要赚钱嘛 可是你连盘都看不懂 你现在要怎么去布局嘛 不要说空头老师播重播啦 连多头老师都在播重播啊 代表说这个方向是错的啊 那可是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 我敢跟大家讲 整个盘是他应该要怎么去走 全市场也只有我跟你这样子讲 啊到底怎么说 啊到底这个盘到底要怎么去做 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攻 好那各位 这样好了 我们看完一段VCR之后 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盘 全市场老师都看不懂啊 啊谁能够真的让你看得懂这个盘 而且找到对的方向 好不好 导播请播VCR谢谢 台北股市要涨 我说联电台积电 他不可以缺席啊 结果台积电呢 竟然开始慢慢来到月线了嘛 我记得那一天 这个位置区的时候 10月25号嘛 我说台积电指节讯号在哪里 我那时候跟各位讲的是 就这两天了啦 有没有 10月25号那天 我说这两天啦 好所以我说 这地方差不多了啦 但问题是 不代表说他会马上一路往上攻 他应该是先走区间 好现在这个区间 已经开始慢慢走出来 可是因为你整个费成半导体 现在已经站上月线了 9年大涨4%多嘛 那我预计费成半导体 会比高科技股强 当费成半导体再往上攻的时候 接下来台积电 要开始突破盘局了 那你去思想啊 你今天台北股市跟国际股市相比 你是严重落后啊 所以你台股这地方去走补涨 最主要的关键在哪里 是指数啊 是不是 你看嘛 那股市都上去了 我们不用去拿那个跟欧洲 跟道琼比嘛 这个都已经上去了嘛 你台北股市现在才刚刚要突破盘局嘛 所以接下来 你要去走补涨的那个走势啊 重点在哪里 全值股啊 在指数啊 对不对 所以当你全值股去动的时候 台北股市才有机会去走补涨 合理嘛 好 再来 刚刚我们说嘛 今天的成交量预估到收盘 大概有2,000亿左右了嘛 是不是 可是你市场资金只有一套啊 你要去走补涨 你要去动全值股 也就是说 很多的量能 它会集中在全值股里面啊 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 同样我敢说你一定都还记得 台北股市在过去这好长的一段期间里面 有好几次台股都让你看到 怎么搞的涨全值股指数在涨其他股票不涨 那叫做什么 赚指数赔价差啊 对不对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啊 这种现象啊 未来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你一定看得到 怎么搞的都在涨全值股 其他股票不涨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有低点的时候 你就先买一点嘛 你就先买一点啊 有没有 到现在为止是不是也开始上来了 好 这段VCR在11月7号 在这里了 在这地方嘛 你看整个指数涨很快 有没有 涨很快嘛 好那各位 我刚刚就跟他讲啊 很多老师也看不懂 很多投资人就是现在没买嘛 没买就一直上去啊 现在就担心啊 到底会不会我买了之后 他就下来嘛 要不然股票卖掉一直空嘛 对不对 那甚至于很多老师也看不懂啊 那我说嘛 这盘期我们要怎么才能够下的瘾 这我跟他讲啊 很多时候 你一定要理论一句哦 不是说 看多的老师都一定大赚 没有啊 盘是他会怎么去走 关系到你怎么去布局嘛 这样子你才能够真的获利嘛 对不对 所以你去想啊 11月7号的时候在这里啊 当时 刚刚VCR里面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我说你市场资金量只有一套啊 那你这个盘你要去走补涨一定是拉全只股 所以我跟他讲啊 后面一定会让你看到什么 怎么搞得指数一直涨你的股票不涨 有没有 全只股一直拉嘛 结果呢 指数一直涨嘛 很多股票涨不起来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多头老师也在播重播 知道原因了吧 好OK 那接下来这个盘 当然很多人还是没有进去啦 那到底这个盘可不会进去 我跟他讲哦 我先测标就写啦 礼拜五的时候我就说是一波到底 现在还是一波到底 那个半年线不会是压力啊 你看啊 现在今天这场上来的时候呢 你季仙是已经站上去了嘛 对不对 涨个500点 你还在怀疑说 哎 会不会追高啊 一堆老师说 不要追了 拉回满 没有拉啊 没有拉回啊 现在上去嘛 我跟你讲 半年线 14586 那不是压力 好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哦 整个行情怎么规划 看到没有 10月21号 我说年底前要走逃命反弹坡嘛 10月21号那时候 大致上是在这附近 10月24号 我说有利于股市走逃命反弹嘛 10月26号 我也跟大家讲啊 全球股市有逃命反弹坡 那个时间点 那时候你的心情 我知道很烂啊 怎么搞的盘一直跌一直跌 跌翻天啊 一堆老师又在看空 啊可是赶快卖掉好了 卖掉然后呢再放空 被嘎死了 有没有真的被嘎死了嘛 对不对 可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啊 那个时间点我就说 年底前一定有一个逃命反弹坡 虽然你台北股市没有涨 但是你国际股市都已经上去了嘛 是不是你看嘛 这波涨最快的 就是到穷先涨上去了嘛 创新高啊 欧洲股市就不用讲了 我说什么通膨什么问题 欧洲股市也全都涨上去啊 甚至于连南安股市 你看都还做上升高啊 有没有 所以那时候呢 国际股市在10月 10月那时后啊 差不多10月中旬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慢慢有在发动嘛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啊 有要走逃命反弹啊 走逃命反弹啊 当然有的时候台北股市 可能有时候给人家慢一点点 因为我们有一些什么 政治面的因素嘛 你说国际股市重不重要 不重要你每天早上起来看国际股市干嘛 是不是 所以呢国际股市上去了 你说台北股市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让你看到 逃命反弹波已经起来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讲 这就是关键了 我跟他讲过说 这个市场 就算做多老师 也有不一样的东西啊 不是用喊的 喊的没有用啊 我说你的理论依据在哪里 其实这一波 我们的理论依据很清楚 我跟他讲过了 我就说 为什么会有机会走逃命反弹波 10月中我就说 年底前要走第二次反弹嘛 对不对 关键在公债 跟美元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了 上个礼拜一公布 CPI出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到 哇什么搞的CPI跌啦 核心CPI也出现 低于市场预期嘛 对不对 好 这东西你也不用怀疑啦 因为我那时候 我之前就有跟各位讲过 我就说 核心CPI居高不下嘛 那是扣掉 食物跟能源嘛 最大是房屋支出嘛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房屋支出我看到是下来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月 所公布上一次的CPI 甚至于核心CPI 我认为说 降的机会很大 降的机会很大 好结果呢降下来嘛 那现在理论依据在哪里 各位你续讲 我就跟他讲 我说一个公债一个美元嘛 那以公债的问题来看 我之前就有跟他说过了 你说公债要一路再创新高 我说不可能了啦 所以那个时间点 12月 到底是升两码升三码 可能那时候还不是很确定 因为华尔街日报一个联准位的传声筒 那个记者有说啦 12月13码嘛 当然市场可能还在怀疑啊 可是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你公债值率要再走高 不可能啊 为什么 因为你公债跟美元它是一起的 那你从美元的角度里面来看嘛 你看嘛 你先不用看这两天跌下来 那时候整个美元的指数 就已经快要破季线了嘛 所以我说公债不可能走高啦 如果说我所看到的核心CBI应该会跌啦 所以我就说 这个地方给他荡一荡嘛 他顶多再走一下区间嘛 可是CBI一跌他就跌下来 他又跌下来 对不对 好你注意看嘛 结果呢 CBI的指数呢 就跌下来了 一下就大跌一下破四前低都已经破了嘛 是不是 好 当你公债值率率跌下来 那就代表什么 你的美元啊 太快速跌哦 因为这两个是一起的嘛 对不对 好你就注意看嘛 美元有没有跌 有没有跌 最近这两天你看 都在跌嘛 当时我就跟他讲啊 那半年线会失手啊 有没有 半年线会失手嘛 结果你会发现到啊 怎么搞的 美元现在头部已经开始出现了 而且呢 月季线的死亡交叉 我上礼拜有跟他讲 我说这礼拜就要开始死亡交叉了 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出来 没错嘛 好如果说你再回想一下 10月 10月上 中上旬那一段期间啊 因为台北股市还没有涨 很多人没有信心啊 想说我不要做了 我把股票全部卖掉 我把钱干脆去放美元定存好了 我那时候一直跟你讲 我说你放美元定存你会赔钱啊 有没有 你不要为了赚那个3% 结果呢 我想美元指数都还会比哦 但当然啦空头老师会说 美元指数就要大涨了 我是看不出来理论依据在哪里啦 如果你专业度不够的话 你去用拆的然后去凹的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啦 所以呢现在 因为你现在省个12月 升两码的几率它越来越大 所以呢 我们去看嘛 你现在理论依据就说 你10年期公在职率要再大涨 我觉得几率不大了啦 如果说慢慢的 你12月真的如期升两码的话 我跟你讲公在职率会大底哦 为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你原准会的终极目标 终极利率是多少 可是你明年最起码 也没有什么三码的问题 搞不好两码也没有 就一码一码嘛 因为高盛之前就讲啦 可能二三月 顶多再给你升个一码或一码 一个一次一码一次一码 所以你10年期公在职率 就准备大跌下来 那这一跌下来的话 美元是不是继续的要跌 对不对 啊美元继续要跌 就是我跟他讲的啊 你常常看到那个新 你看那个新台币你就知道了嘛 你看这些新台币 大升啊 有没有 是不是大升嘛 那这一升值是不是让你看到什么 热钱就跑进了 对吧 好 当你热钱一跑进来 我就说嘛 你美元一跌下来 你亚洲货币几乎都要升值啊 可是你现在国外的资金 你到底要跑去哪里 跑到南韩股市吗 可以啊 南韩股市已经涨上去了 那你是不是要跑到台北股市比较位阶低的 你会比较安全赚得多 是不是 所以你看嘛 台北股市你看是不是一路大涨 那涨什么 我就说嘛 那钱都跑进来啊 那钱都跑进来外资会买什么 不可能买小股票啊 而且你从最近那个筹码里面来看你会觉得很有趣哦 哎 礼拜五的时候大涨了500多点啊 融资减17亿啊 台北股市从那个低点到现在为止涨了15001600了嘛 我跟你讲哦 融资越紧越多 这代表什么 赏户根本不进场啊 没关系你不进场你就不要进啊 真的你不要买啊 我们买就好了 好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盘市啊 都是以法人面的资金为主嘛 而且这个法人面的资金呢 如果你稍微去看一下哦 你会发现到 法人才刚进去哦 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嘛 外资礼拜五的时候大买480几亿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他现在不是说在 现货市场买 他期货市场啊 你看一下哦 礼拜五的时候呢 他还是空单附的278口 结果后发现不对啊 结果呢 赶快增加多单8900多口 因为 法人的 基金的绩效 它是跟指数比啊 你一定常听到那个什么 打败大盘打败大盘什么意思 如果这盘涨个两 如果说这个盘啊 涨个一成啊 你持股的 获利啊一定要比大盘强啊 否则他是不及格的啊 所以当你盘一涨起来你看 整个法人面外资啊 他期货多单开始增加 有没有 我跟你讲哦 这波做最烂的是自营商啊 因为当初盘在跌的时候 他一直增加多单啊 现在最近这个盘在涨的时候 一涨到一千多点的时候 反而自营商啊 他没有多单啊 所以我说不是你看不懂 投顾老师也看不懂 很多法人他也看不懂 问题是 你觉得我看不看得懂 我是不是跟你讲 后面一定会让你看到啊 就是拉全只股啊 每天就让你看到 就是拉全只股拉给你看啊 有没有 结果台北股市呢 一直涨啊 是吧台北股市一直涨啊 这一直涨起来 你会觉得很讨厌啊 怎么搞的 就一直涨 很讨厌啊 因为你没买啊 要不然你就买错股票啊 所以我就说嘛 谁能够帮得到你 你想一下啦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时间 你还有多少信心 但问题是盘就是在涨 那你不买就算了 你就不要买 你就不要买啊 你要忍住哦 真的你要忍住哦 不要到最后哪一天 啊受不了了 又一直涨一直涨 受不了了不买不行了 你又再追高了 所以你说你这波你打死不买 你就不要买 我们买就好了嘛 我跟他讲过 你看我节目一定赚得到钱啊 因为 整个行情他该怎么去走 我规划得很清楚 我也没有模拟两可嘛 我也是不会跟你说 跟做多老师一样 反正这盘就是要涨啊 你不要追高啊 反正拉回再买 没有啊 他不拉回啊 他不拉回啊 他就是涨给你看啊 你说有没有机会拉回 我认为啦 因为礼拜三是起货结算啊 稍微给他震荡一下 我觉得合理啦 搞不好那时候稍微有点拉回啦 可盘还是要涨 你去看美元未来走势 你看新台币未来走势 你就知道答案了啦 那到底要买什么 刚VCR里面我就跟他讲啊 台积电止跌讯号在哪里 然后台积电一直涨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嘛 他要上去了嘛 是不是上去了 问题是 我没有买台积电啦 我跟他讲 我跟你解这个盘 全持股要动 不代表说全持股都是我的 我们去买什么 我去买联电 10月初我们就开始去买联电 所以到时候你会发现到 10月初的时候在这里 那时候盘都还没有涨 我为什么去买联电 因为我看到的盘就是后面要急功啊 后面要拉全持股急功急功急功啊 所以我叫你去买全持股啊 我有说错吗 你看那时候我叫你买嘛 那时候盘还不稳拉回 我说你赶快再进场去买嘛 结果呢你看 联电涨得比台积电多嘛 这一段已经快三成了 那我问你买 有低点你为什么不买 看不懂啊 啊问题是看得懂能告诉你 可以买你也不买啊 是不是 可是你现在回想来看 整套理论下来了 同志们有 这两天你看到了 都在拉全持股上去啊 那时候在低档 我就跟你说后面会一定会有什么 逃命反弹波嘛 你现在看得懂嘛 我10月初开始买联电 我们开始进全持股嘛 那你就会发现到啊 当你看得懂这个盘的时候 你已经落后我1500点以上 对啊 涨了1500点你才看得懂这个盘 在盘还没有动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布局在全持股上面啊 那我问你嘛 我可不可以帮得到你 就那这个盘你落后我1500点 到现在很多老赛是看不懂 所以你稍微思考一下啦 接下来盘要动什么 因为 我稍微快速讲一下啦 因为你连练已经涨起来 我那时候有跟大家讲过利基电 这个礼拜照理说啦 最慢后半周应该要开始动利基电 因为两档股票 获利一样嘛 那价位比较低啊 本益比较低啊 所以以轮涨的角度里面来看 这个V转要走出来 这个要走一波到底的话 接下来就是要走利基电 好那时候都低档跟你讲啦 那你低档都不买的话怎么办呢 好我是建议各位啦 有新的轮动啦 因为我们这个盘我有跟大家讲过 台北股市 半导体的族群才是重点 好不好 因为我们之前都跟他讲啦 那如果说像这种 低档的位置区你都错失了 接下来半导体的族群 你不要错失哦 你看费人半导体长那么凶 我又跟他讲过啦 半导体才是主角啊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动什么 我们来仔细看 这里有一档 是属于第三代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这档个股呢 它的底部才刚打出来 然后呢打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法人啊 他都在低档一直买 一直买一直买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说这档个股 你可以进场去买 因为他现在的股价 跟他的净值 他净值在上面 他股价现在在这里 现在股价离那个净值 差不多有六成左右的空间 那我说我们不要说 他一定要回到净值了 涨个三成就好了嘛 好不好 涨个三成就好了嘛 所以有第一档 你要赶快去切入 所以第三代半导体 有些第一档的股票 才刚要准备走轮动 OK好 这是资金小的 你可以做这一档 那你资金大的呢 我今天有切入一档个股了 这也是半导体族群 营收大幅成长 我认为公式才刚好开始 还在底部 因为你从基本面来看 去年一整年算7块5了 今年第三季算6块7 所以代表说他今年的营收 一定比去年好 所以呢 有些个股筹码很稳定的股票 赶快切入 因为这一发动起来 我认为啊 一发动就是要工长停 而且呢 这会走一个波段 所以后面的股票 我都帮你选好了 好不好 那到底要跟谁做 我能不能让你跟 你去思考 OK 休息一下 大家回来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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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好欢迎到现场 台北股是礼拜五涨了500多点 今天还是继续攻 我这个盘不会结束 你去看美元跟新台币的未来的走势 你就应该知道 那个资金才刚进来 像外资上个礼拜才刚进去 所以呢 你现在进场是还来得及了 但是我是建议各位 及早进场 你才能够把握出那个获利的空间 早点买会比较安全 好不好 后面的股票 我帮你选好了 新的股票 如果说你今天掌握不到个股的 欢迎各位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体验价 不增加你的负担 欢迎你来练咨询 明天见 拜拜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